男女大不同 赖律师好 同文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聊 其实赖律师可以聊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早期大家对于赖律师就觉得说 可能是一些法律上面的资讯 但也因为他有非常多 帮忙处理一些婚姻问题的经验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一个两性专家 所以赖律师其实在现场可以聊的东西非常的多 那我们今天就是所有在听众朋友 你们收听的方式期限非常多元 刚刚我们还在聊 那以前的话广播真的就是只能透过收音机来收听 你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互动 那即便你听到一个段落 或是听到哪一个东西你很有感 你很想要表达你的意见 或者是你想问问题都没有办法 所以呢为了能够满足大家在这方面 各方面的一些需求 我们的节目从开播以来 我们才开播其实两个礼拜而已啦 从开播以来我们就做的一个是飞碟电台的创举 因为飞碟电台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节目是从头直播到尾 直播两个小时的 只有我们的节目是从早上9点到11点 整整直播两小时 难怪 难怪我走进来 然后披头散发的样子 大家都看到 一样要入记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如果你是透过收音机收听也OK 或者是你用APP下载收听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APP留言区留言 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大家 亲朋友加入飞碟联播网生活同乐会的 脸书的粉丝专页 你只要上去搜寻生活同乐会 按赞就会看到我们每天早上 9点到11点直播 现在赖律师在现场 今天我们两个是属于一种 很过年的感觉 因为我穿的是红色的毛衣 我穿的是绿色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红色代表什么 他说是圣诞节的概念吗 因为红配绿感觉很像圣诞节 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是中国人要过年了 所以我应该算是红包或者是 你是红包或者是春脸 那你就是 就是那个节节高升的那个叫什么 开运主 开运主 他想不想他还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过年的气氛 那如果大家现在看我们的这个 脸书直播就可以看到 那当然今天已经有很多 网友在上面留言 他们对于我们今天主题的看法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要谈的就是 结婚好吗 这真的是个大灾问 我大概已经被不知道多少人问过 到底要不要结婚 我问你你有没有被问过结婚好吗 常常 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办离婚 对那你一定跟人家说不要结婚吧 我只会觉得说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离婚了 那以前人都听到讲离婚都很难启齿 然后我都会讲恭喜你啊 对啊 因为离婚它是一个人生很大的坎 会这样 人生很大的坎 那当然 为什么很多人会问我是因为我自己做了 其实我结婚二十几年 然后处理家事案件也二十几年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如同同文讲的 就从因为一直办家事到后面 大家都会来到我这边做咨询的时候 有时候跟法律无关 反而都想要问的是 那律师你觉得婚姻还可以撑下去吗 他会问的问题不一样 那自己经历过这么多的人的婚姻的时候 特别对婚姻有感觉 那很多我看到一些网友的回馈 他说婚纱是炫耀啦 那结婚好难啊 还是不要结婚吗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以我自己的感受 即便我处理这么多的离婚诉讼 我最大的感受是婚姻它是一个 当然最通俗的说法就叫修行 可是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人生可能你会经历 你所选择的这一条路 那这个选择对你的人生来讲 都是具有很特别的意义的 所以结婚没有什么好跟不好 而是当你对这样的事情 做了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如何去经历这一段过程 然后如果这个过程不如你的想象 你要结束这段关系的时候 你又用什么样的姿态再转身离开 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其实应该是说 不知道以前都会觉得说 是男生不想结婚 你知道吗 很多那种男女 我身边有蛮多那种 男生不想结婚 对对对 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对对对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们就会想玩 或是就不太想结婚 然后女生就很想结婚 想要赶快定下来 以前我觉得我在十几二十年前 身边的感觉是这样 好像比较多 可是现在其实换过来看 有些时候我觉得是 男生想结婚 我最近碰到的都是男生想结婚 然后女生不想结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这还是跟 传统的道德 对于婚姻的制约 有一些关系 为什么 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 在婚姻当中一些传统的关系 就是女性 他对女性的要求会比较严格 严厉 对男人相对来说 好像是比较宽容的 那像 以出轨这件事情来说 好了 出轨 我现在讲的是以前 出轨的话 人家会怎么讲男人 哎呀 他风流 女人呢 如果出轨就是 哎呀 他红姓出墙 水姓洋花 对不对 同样一件事情 你用词的不同 你就可以发现 大家对于 同样的一件事 可是对于不同性别 他就有不同的期待 或是呢 觉得这样比较可以原谅 哎 这就完全不可以原谅 所以道德 好像对于两性 就已经下了一个定义 在那边 所以 以前当然是没有办法 可是我觉得 现在女性 有越来越多独立自主权 所以很多女性 可能就选择 我比较晚踏入婚姻 或甚至我根本不想结婚 所以以前我看到的 都是女生在面暗自流泪 然后说男生 我男朋友都不想结婚 他是不是不爱我 还是他还想晚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男生想要结婚 可是女生一直拖一直拖 我真的看到 蛮多像这样的情况 所以 对婚姻的憧憬 是不是会渐渐变成 对婚姻的恐惧 是 我觉得同文讲的挺好的 我最近的感受 也是特别的深 就是 早期我在处理婚姻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件事情 就是会让你结婚 必然要结婚的公式 就是我怀孕了 对不对 奉子成婚 成婚这样吗 这个是对 在我们 你来讲十年二十年的话 现在最近 连书在流行 十年前跟十年后 我们今天也是来了这一题了 结婚的十年前 跟十年后的这一题了 我确实在十年前 我会觉得 一旦有了孩子的时候 大家在结婚这件事情 会画上很大的等号 不太会做第二的想法 女性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让我儿子呢 我的孩子 一定有一个父姓 我不会让他父不祥的 所以 即便这个男人 是我没有想清楚的 我也会结这个婚 对不对 然后男人会觉得说 有了我们家的姓 有没有传统的想法 譬如姓李 或姓赖 或姓肖 这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让他流落街头 这是我们家的 传宗阶段的想法 所以有了这个孩子 我必然会结婚 怎么讲呢 这叫做负这个责任 他的说法是负这个责任 所以那时候 我的处理一个案 我举一个例子 什么时候会有奉旨成婚 却找不到老公的 就是兵便 老公譬如说 我那时候还记得 那时候一个女性朋友 他就是因为有了孩子 然后那个老公呢 就男的 就迟迟不想结婚 但女儿很想结婚 那也没结婚下 但是有了孩子 有了孩子呢 那希望他这个男人 就要结婚 但是他就 跑去这个当兵嘛 他就兵便 兵便一般是女生兵便 那那个是男生 就不愿意负责了 那因此我们就会去打那种 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的程序 那男人呢 就到底要不要来DNA 鉴定就会摇摇摆摆的 那最终还是为结婚 那结婚之后会幸福吗 没有耶 为什么呢 因为结这个婚 就是奉子成婚 所以在我自己看到的 很多的案例当中 在早期的时候 奉子成婚的婚姻当中 因为他没有想清楚 结婚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马上进入了 三个人的世界 因为我当然 我都是举例男性 然后在听众朋友 如果你是男性 你就多包容一点 因为我的经历 刚好遇到男性 都比较肥累一点 他就包容一点 然后那个男性朋友呢 他可能结婚之后 变成三人世界的时候 他本来就不是这么想结这个婚 但是因为有了孩子 他必须负这个责任的时候 因此他在婚姻关系当中 不太会跟你经营 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什么 他只是有一个家 然后给孩子一个窝 就如此而已 所以那样的一个婚姻关系 往往女性他备受折磨 那个折磨是 男人好像也没有要加入 夫妻的关系里头 那孩子的事情 好像还是老婆的事情 因此他这里头 特别特别的孤单 在十年前我看到很多的 女性朋友会面对 那样的一个处境 好那你在十年之后 有了孩子之后 就会因此而动念要结婚吗 不 确实十年后的女性 真的观点不一样了 我记得一个女性朋友 她很可爱 她就有了小baby的时候 怀孕生了小baby 那男人说 我们就结婚吧 她说我不要结婚 她说都有了baby 你不结婚吗 这个对话特别好玩 这个女性朋友说 你是为了有孩子 才要跟我结婚 而不是因为爱我 才要跟我结婚 你看现在女性朋友 脑袋有多清醒啊 你是为了孩子 才跟我求婚的吗 不然我们在一起 这么多年 你从来不跟我求婚 如今我有了孩子 才来跟我求婚 所以你的原因 是因为孩子 这个不是真正的相爱 所以他不愿意结这个婚 然后因此这个女孩子呢 就开始躲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说 那你要到底要怎样 你才愿意跟我结婚 我愿意跟你签婚前协议书 他说你要房子 我给你房子 你觉得房子需要你赚吗 我也可以赚啊 你现在是认为我是为了钱 才不跟你结婚吗 你等一下说了孩子又为了钱 你这个男人真的不是我要的 因此呢 他又还是不愿意 那孩子又渐渐又大了 等一下他小孩生下来了 生下来了 他就自己把小孩生下来 他就把他生下自己带 他认为说我都有能力养啊 我不需要你这个男人来啊 然后这个男人就不断的说 我们结婚吧 我拜托你 因此呢 就一直约定说 我们譬如年后呢 举例啊 开春的时候我们去结婚吧 这个女生 嗯我想想吧 好了我这时候答应你 可是他到开春的时候 那男生打 律师他又没有来跟我结婚了 又没有去办结婚登记了 所以确实十年前的女性 跟十年后的女性 很不一样 你光从奉子成婚 这一件事情 你就会看到很大的不同 其实讲到这个 我有想到前阵子的那个新闻啊 就是那个小妈妈 17岁的小妈妈 他们其实不也是奉子成婚吗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怀孕 然后爸爸20岁嘛 然后他17岁 应该是说 怀孕的时候还不到咧 怀孕的时候还不到 对不对 怀孕的时候15 16岁生 17岁离婚 是吧 对 17岁离婚之后 他就独自带这个孩子 然后因为妈妈 这个 这个女孩子的妈妈 17岁的妈妈的妈妈呢 没有很支持他 他觉得管他太多了 因此他就离开了这个家 去跟他的堂姐们一起住 就发生了这个虐子的事件啊 对啊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结婚你要想清楚 生小孩你更要想清楚 那刚刚其实赖律师 我觉得举的那个例子 可能是这个女生 她其实是非常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然后自己的个性也比较独立 那对她来说 她会生下这个小孩 是她觉得 可能她想要小孩 可是她不想要婚姻 她觉得 应该不是说她不想要婚姻 她不想要婚姻里面 另外一半是这个男的 因为这个男的的想法还没有 达到她要的要求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前一阵子 其实也有一个女性朋友来问我 她说 她就说到底要不要结婚 那我其实很难跟她 很难跟她解释清楚 因为状况不一样 你应该要看你的对象 那她会觉得说 那你觉得婚姻到底好不好 我说现在想一想 这样看 小孩还蛮可爱的 所以她就接下来问我一句说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生小孩 但我不一定要结婚吗 那我就说 你知道我们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公开 去鼓吹这种观念 但应该是说 你必须要想清楚 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或是你自己跟你的家庭 是不是有一个强大的支援的系统 可以支援你去 做这样的事情 你可能想要一个孩子 那你也有一个伴侣 可是你并不想要 跟这个伴侣结婚 走上婚姻的关系 那这个我们讲的是现在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讲 是不是很少数的女性 还是因为我们碰到的女性 可能都是比较独立的女性 毕竟还是有很多女性 她对于婚姻是有传 憧憬的 所以男性跟女性 对于婚姻的憧憬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男性也有憧憬 对不对 男性她需要 当然她有 像我刚才讲 一直追着她那个女孩子的 就是那个男生 就希望结婚 那我会跟人看到一个 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刚才同文讲说 有女性朋友去问她 结婚好不好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女生 就是年轻人 她就要结婚了 那她就来问我说 莱立逊你看过这么多婚姻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结婚到底好不好 同样的议题 当然 然后她那时候已经订婚了 我记得那时候媒体 也都一直在祝福这件事情 然后她就特别的想要问我 对于婚姻的想法 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是个画家 我就跟她讲说 我会告诉你 进入的婚姻的现实是什么 没有好跟不好 只是让你先去想象 因为我们是走进婚姻里头的人 会明白了婚姻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对于还没有走进去的人来讲 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象 那么我们不妨就来 揣摩一下 你将会面对了很多什么样的事情 当然用通俗的说法 就是产品油盐酱醋茶 你开始会有一个工作上 同一个屋檐下的一个工作分配 无论你是经济的分配 或者是照顾上的分配 你一定会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么你们也会 如交四期的 如果你们感情如同灵魂伴侣般的话 你们在每天晚上 在床边的时候 你一定有她的床前的一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的一个对谈 那样的对谈是 你会非常感谢的一刻 因为你可能会想跟你的灵魂伴侣 分享你的心情 可是你有一件事情就是 产品油盐酱醋茶这种经济上的分担 跟家务的分担的时候 有时候会对于你的工作 因为你的工作刚好是一个画家 那么有时候他会染掉你的一些 对于画的一个创作的空间 那你必须要去找到一个 你可以保有独立自主创作的空间 另外一个是保有一个 在婚姻当中 分享出来的一个共享时刻 那么你能不能想象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想象 也是如同你的伴侣 也接受的想象 在这种情形下的婚姻 我会认为是一个 很值得祝福的一个未来 所以其实真的 这是个大灾问 我就讲说这就是一个大灾问 然后我们现在 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写到 像是我们有一位听众写说 结婚对我来说 就是结婚生子传宗接代 劳苦一生黯然身伤 回头来看 子嗣满堂天伦之乐 那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在中间的20年当中 你都是一种劳苦一生 黯然神伤的感觉 可是回头来看呢 就是等到你已经60岁之后 你才会觉得 有想天伦之乐 真的有这么惨吗 然后也有人 当然碰到一些 比较不好的状况 可能是有已经要离婚了 然后有监护权等等的问题 现在都开始在发问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会请赖律师 在针对这个部分 再跟我们分享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上来留言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回来回答 有监护权方面的问题 好 休息一下 忙回来 好 10点31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在男女大不同 现场的来宾是 赖方玉赖律师 那刚刚其实讲到结婚好吗 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 定这个主题真的好大 因为没有办法给一个 给一个标准答案嘛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像你知道我 我现在如果人家来问我 要不要结婚的时候 我都是看年龄 也就是说 我看来问我的 这个人的年龄 是 其实同文讲这个就是 我们在讲说 结婚的动机有几个 像第一个 奉子成婚 是我们刚才前一段 又在聊的 同文讲的第二个 试婚年龄 可是台湾的试婚年龄 现在都破30了 对啊 所以如果今天来问我的女孩子 她是不到30岁 我一定跟她说你不要这么早结婚 我都完全 我跟你讲 我就是 这个就是一定标准答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还不到30岁 那你现在想结婚 我会问她你为什么想结婚 好 这位小姐 我如果问你 我现在40岁了 通风我觉得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很好的对象 你觉得我该结婚吗 但她是不是很好对象 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她是个外国人 她家的状况 我其实也不太能判断 那你都已经觉得 不是 不知道她是不是很好对象 那你干嘛结婚 可是我错过她 我就没有了 过了这一村就没有下一个 那我觉得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结这个婚 你没有结这个婚的 你现在状况其实蛮好的嘛 我很好 可是我觉得结婚 也许会更好啊 不会 为什么不会更好 因为我结了 所以我告诉你不会 完蛋了 我老公应该没有在听吧 好的已经被你挑走了 我再挑一个不行吗 我跟你讲 别人的老公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请借去这句话 这句话现在我觉得是 我在网路上只要看到那种 你知道我们常会 在脸书上常会看到那种 就是分享一些谁谁谁的故事 我最近就常看到是 哪一个隐心啊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啦 那个007 有一个很帅的那个 最帅的那个007 他有演过 布洛斯什么什么 那个叫什么名字的 谁要帮我 哪一个网友可以帮我写一下 写一下写一下 我跟你讲 他讲007连我都很困难 什么布洛斯男 皮尔斯布洛斯男 为什么不能讲英文就好呢 大家知道那种很长的英文 翻译成中文很难记吗 好皮尔斯布洛斯男 对对对 最近啊脸书就一直出现一个 就是讲他的故事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娶他老婆嘛 因为他很帅对 然后他老婆在年轻时候也很漂亮 可是后来因为生了小孩之后 整个荷尔蒙失调 然后变成 大概是原本的三倍那么大 真的原本三倍那么大 可是呢 然后生了好几个小孩 但是他到现在 就是写说他怎么样 就是身处在那个 大染缸当中 你看在好莱坞的演艺圈 他又是那么帅 就有多少人可能就是 对他示好主动投怀送抱 可是他就是 对他的太太从一耳中 这样子 然后就写写 然后到他太太现在 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嘛 本来那时候就胖了 然后后来现在又老了 结果呢 他还是非常非常爱他太太 就写了一大篇这样 我看完之后啊 你看连我都忍不住分享了 那篇文章 然后呢 这一个最浪漫 果然是什么 别人的老公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对对对 所以回到刚刚那个 你假扮的那个女生的话 我就会说 别人的老公都不会让你失望 所以你不要讲 你说好的都被你们挑光 那你就再看一下 那我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我40岁了 我也到了一个过了试婚年龄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 让我稍微觉得 好像是一个结婚对象 那篷文你为什么不觉得 我应该要把握住 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因为我觉得 我在过了就没有这件事了 因为你现在就是纯粹为了结婚而结婚 可是这个世界上在结婚的所有的理由当中 为了结婚而结婚的这个理由 其实是最糟的 我觉得比奉子成婚还糟 是 真的 我个人这样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觉得 还是赖律师你这样觉得吗 没有没有是 因为我刚才讲 结婚动机里面在我们 结婚叫结婚社会学 结婚是一个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个制度 也是法律的制度 那第一个就是奉子成婚 是我们第一个最早的想象 传宗接代也是一个最早的想象 第三个就是失婚年龄到了 那对于社会的期待这件事情 我很怕 以前那种在讲那个败权女王 有没有 或者是说你是圣女 都在意味着 你如果假设不在一个失婚年龄结婚的话 你似乎是一个婚姻市场当中的一个失败者 所以呢 很多人确实在这种社会的压力下 会给自己有个焦虑 就是我应该要结个婚来看看吧 至少我也是一个 有曾经经历过婚姻的人 这确实是有很多的 女性跟男性朋友都会拥有的压力 所以一二三 这三个理由 几乎是两性都会碰到的 当然日后我们的同志婚姻也经过 通过之后也会 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课题 对啊 所以我刚才就讲嘛 如果今天是那种不到三十岁的女生来问我 童文姐你觉得我要结婚吗 我就会跟她说不要这么早结婚 我说你还可以 我觉得就是可以再看一下 或者是你还是 我说因为结婚之后 你真的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 真的没有什么浪漫 完全没有浪漫 当然我也有看过一些老公 结婚之后还是非常的保持婚姻的浪漫 那我觉得婚姻是要经营的 可是当你花很多时间在追逐你的事业 跟在take care你的小孩们 以及每天像被地雷炸过的一个家的时候 你怎么有办法还花很多时间保留浪漫来经营 那通常妈妈们都在做这些事 那真的我觉得要想办法去经营婚姻的 我觉得男生也要负一点点责任 但是男生又觉得我工作都很忙 所以到最后就是每天就是 你看我也觉得很烦 我看你也很烦 你去出差的时候 我们俩好像感情特别好 一回来两个在一个空间 就不能超过一个礼拜 我好像在讲我自己集 我每次都不小心 就把我家的家事讲出来了 我很希望我老公不要听到 但老公我还是很爱你 我只能够透过这个时间的 再稍微announce一下 但是说真的就是 大家就在讲 这个婚姻结婚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它是很美好的 可是到了最后都不是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 赖律师通常都在这个阶段就出现了 对 所以你从在处理婚姻关系 你发现到最后 为什么大家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讲一下 就是我最近有看两部电影 我就刚才讲 有个叫做幸福定格这个纪录片 那大家已经下档了 那因为我明天要到立法院去 帮忙做一个电影导读 所以我看了昨天 前两天看的那个DVD 叫做厌世妈咪 好厌世 你有没有看过那一部 我没有 但我觉得他在讲我们 厌世妈咪 厌世妈咪 那个女主角很厉害 然后于是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用英文发音 我忘记她名字 叫你们Google一下 如果你们现在有手机 Google一下 他那个厌世妈咪也就在讲 他结婚之后 他整个 因为他是一个美女 他这个女主角 他四个美女 结婚之后他生了三个小孩 结果 孩子已经让他折磨到 他为了拍这部电影 他真肥23公斤 你知道那个相当惊人 所以他完全失去了 他原先的身形 然后他每次 看着这个电视的时候 他有个潜意识 又进入到一个美人鱼的 一个影像 那个美人鱼就如同他 为了结婚 就像为了跟 岸上的白马王子 跟这个王子结婚 他失去了他的鱼尾巴 用了双脚结了这个婚 我们有一个网友说 Birthin说是 沙利赛龙演的吗 对对对 是是就是他 他真的很厉害 他很美 你说他为了这个戏 真肥23公斤 你看我觉得 国外的这个演员 真的是非常的敬业 国内演员也很期待 然后他真肥 然后你知道他那时候 他的老二就是因为 有可能注意力不及中正 然后就让他过得很辛苦 那他就一个人就拉拔的 这个就带这三个 那当然老公也有 那老公在干嘛 在打电动 好 老公的工作完之后呢 就回来 然后在床上呢 就开始打电动 那当然这有良性 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你就看到这位女性 他在一直在想着 26岁的他 因为我不想要抱那个雷 如果你们可以去看的话 他叫做夜间保姆 叫Teddy 然后晚上就来陪他 帮他照顾他的老三 因为他已经受不了了 这个婚后 他要照顾三个小孩 让他的身形整个走样 然后他还跑去这个运动的时候 故意要跑过那个年轻的女孩子 可是他的胸部 就是一堆的奶水 挤在那里 让他受不了 所以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 婚姻生活的时候 他开始去憧憬 他26岁的日子 他看着这个夜间的Nanny 这个保姆呢 就想着他26岁的他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看这部电影 我不要看好了 怕看了边看边哭 完全就是在讲我们悲惨的生活 可是你如此还是很漂亮 他是整个真的 他是在去描述一个 因为为了家庭 为了婚姻 所以他整个身形走形 还有他的梦想远离了 因为他本来是学英国文学的 可是柴米油盐 这样做的 对一个文学家 刚才像如同我刚才在举例 他是一个画家一样 他远离了他那样的一个梦想 那么他如何去解决 他如何面对婚姻的生活 可是实际上 他说我当时穿着白纱 同样一样回来 在讲 幸福定格也在 他是一个纪录片 是神可尚导演 花了七年的时间 拍了八对的这个夫妻 然后再描述他们 在这个婚姻当中的对话 他们对于这个婚姻的想象 我后来就发现了一个 比较一个很重要的源头 就是确实每个人生都有他不同的阶段 在我们二十六岁的时候 就像刚才同我举的例子 三十岁以前 也许我们在没有结婚的状态下 有我们能够挥霍的自由跟青春 那进入了婚姻的时候 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所以当你穿着白纱 或者你穿着西装打着这个领结 然后你的这个太太的那个丈人 叫丈人 把这个手交到你手上的时候 男人你在想什么 你想的是代表了另外一个爸爸吗 我一直在提醒 就是说在结婚的时候 你到底带着怎么样的想象 进入到婚姻 当你如果你是带着一个爸爸的想象的时候 就是你妻子把这个 他的手交到你手上 你说我也会如同爸爸 你一样的照顾你的女儿的时候 你们发现你的承诺 是一个照顾者的承诺 那么女人或者妻子 这么去期待你的时候 你也不要觉得冤枉 对耶 那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仪式 根本就不要有 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吗 这辈子 这辈子最爱你的人 永远是你的爸爸 最会照顾你 永远是你爸爸 老公就是 老公跟你结婚之后 就是你要照顾他 那应该是要倒过来 以后是妈妈带着 妈妈牵着新郎 然后把新郎交到新娘的手中吧 这才比较符合现实的状况吧 我干嘛突然间这么激动了 那就是婆婆的意思 婆婆把她的爱子交给你说 OK我交接给你了 以后与我无关 这也很好 我觉得童文你刚才的举例 这个婚礼的样子还蛮好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婆媳问题 就是婆婆不愿意交接啊 对啊 你就交接 对耶 你看我真的是一个 你看她手已经劈起来 我整个就是一个神回复 对耶 很多婆媳关系 是因为这样来的 就是没有交接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不可以推动一个运动 就是我们在婚礼的仪式上面 我们取消了爸爸 把女儿的手交到新郎手中 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因为永远不会有一个男人 像你这样照顾你的女儿啦 而且你的女儿嫁过去 一定是照顾他的 对耶 但是我们希望婆婆们 你能够放心的 把你的儿子 对放手交出去 你就是放手 所以你看 仪式 那个结婚的那一刻 他带有很多 我们对于婚姻的仪式 那刚才童文 只几乎神回复之外 我觉得他的脑袋 真的转很快 对 他几乎因为他把他点出了一个 我们对于丈夫的期待 就是如同一个爸爸的期待 但是实际上你的丈夫 一直不可能取代爸爸的位置 不可能 他不可能 但是他就会一直让你失落 为什么 他就在那边打电动 然后现在在看花手机 你就跟着他一起花 玩青蛙都没关系 玩青蛙宝克梦都可以 因为他就不会是你的爸爸 他是跟你一个 另外一个伙伴关系 那那个婆婆呢 他没有把手交给你 那么他到底还是他的儿子 他到底有没有跟你做 变成了一个叫 照顾者的竞争关系呢 那照顾者竞争关系 婆媳往往会带来两个议题 第一个照顾他的儿子 就是你的老公 第二个就是你的孩子 就是他的孙子 你有没有发现 婆婆跟媳妇之间 往往在竞争这两个男人 一个男人跟你的孩子 他就都是一个照顾者的竞争关系 那因此就会产生了一个天敌的角度了 好就像如同天敌 就是好像你已经是一个温良恭敬让的一个性格了 非常谦卑有礼了 那婆婆看起来好像在婚前也看起来好像也不错 可以跟你谈心如同姐妹般的谈心 可是为什么一到结婚之后 会进入 他就会直接进入到一个备战的位置 就是我刚才提到 如果他对于他儿子是没有放手 没有把这个给厘清的时候 或者是对于他的孙子 他也觉得你照顾不如他照顾的能力这么好的时候 你们就会自动跑到一个竞争者的位置 那两个一定会打起来的 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同文我 在处理这么多的离婚案件 那你对于婚姻为什么还会 你的想象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就是大家都忽略了那个结构 那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 如果是站在那样的结构 谁都做不好 他只要是一个对立的位置 是竞争的位置 谁都不会做得好 我们有一位网友写说 现在不是男女平等了吗 应该是丈夫妻子互相照顾扶持 其实这个是真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只是很难对不对 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当中 被很多其他的事情琐事 第一个是你被很多琐事给占据了 第二个就是我说的 应该其实就是赖律师刚刚所讲的 你对对方有什么样的期待 你期待他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你可能就会对他不满 你就会失落 我觉得这真的是讲到了 讲到了很多人的心里面 对 那所以刚刚同样的 你看像 像有人说双方心态最重要了 不是说用听到或是 我听到或有看到来对待对方 对你必须去体会 对方在可能在他的那个位置上面 他想的是什么 或他能做的是什么 那女性通常不会想要造一个 专属自己的窝 女性通常会想要一个 我们有一位听众说 女性通常会想要造一个 专属自己的窝 不只婆媳会冲突 母女间的冲突更多 也是啦 就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 对 那也有人讲说 现在的韩剧可能真的是 那个美丽的爱情 给大家太多憧憬了 现在是韩剧吗 不是从琼瑶就开始了 琼瑶是 琼瑶是我都没有经历过的年代 我必须要这样讲 对 可能过去是琼瑶 现在是韩剧 但是那些都是电影 都是电视 那实际上现实的生活里面 还是 还是你必须要去 如人饮水 冷暖 你才会自知 没错 确实是这样 我们刚刚有一个 听众朋友的问题 我们最后还是请赖律师 来帮我们做一下 这个简单的法律咨询 我们有一位听众问说 如果监护权在女方那边 这已经是走到最后了 婚姻已经走到最后了 如果监护权在女方那边 但是女方不让男生 去看小孩 探视小孩 又过分要求增加赡养费 能怎么处理 好 我正对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 我先讲一下 显然他有个很大的前提 就是第一个他离婚了 那第二个监护权是 由女性来单方 就是妈妈来单方监护 因此他是取得的是一个探视权 那么就有两件事情 你必须要做判断 第一个就是 你们当时是用法院来做调解 或者是判决的吗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或者是你们是私下协议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一个数据 还蛮特别的 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是用协议离婚 我们经常在报纸看到 可能都是法院的裁判离婚 所以闹得沸沸扬扬的 可是实际上有大部分的人 都是透过了协议离婚 那协议离婚的时候 往往会有几个疏忽 因为他们有经过了 诉讼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个协助 那因此他就会对于探视的事情 都不会写清楚 往往写的叫做 随时探视 随时探视的意思就叫做 随时都不能探视 因为你没有定出一个时间 那双方既然会走到离婚 新的关系就是已经崩解了 所以我都会建议 你一定要把特定的时间跟地点 还有交付的方式都说清楚 那第二个 当然他刚才讲到赡养费 大家听到赡养费 他其实这位听众朋友讲的是 讲孩子的抚养费 他说如果你要来看孩子 你就要给我抚养费 那这个当然这个议题是 那抚养费该是多少 你们也应该要事先约定 那么有人约定的方式 可能如果用透过约定 可能一个月两万 可是如果你到法院去 是没有这么高的 他可能因为一个人在台北市 因为全省各地 他都有个叫行政院主计处 他都有一个标准 譬如说台北市可能两万七 那一人一半对餐的话 可能一个人就要负担了 是一个八千到九千块的 一万多的数据 两万七的话是一万多 那么所以他会 他的数字 但是人家说 那孩子这样子一万多 两万七也都养不起来 一定要到三万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 往往心智照护的那一方 譬如我刚才讲那个个案 他就是由女方来照护 他确实是有抚养费不足 可是我明讲一件事情 抚养费跟碳食权是两回事 可是当然很多的女性都会讲说 你知道来想你的权利 来行使你的态势权 你却不愿意负担你的义务 来支付抚养费 这一点算什么 很多女性对这件事情 往往是走不过去的 可是在法律上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它确实是两件事情 你针对他不愿意支付抚养费 你可以透过协议 他如果没有协议程 你可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 可是如果你们当时是 已经是法院判决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可以去拿去强制执行 他的财产 可是针对孩子的抚养费的事情 强制执行在国外是更严重 它可以吊销你一些社会 取消你的社会福利的资源 包括可能你的健保 你的驾照 它是很严重的 所以抚养费是需要的 好 所以这是赖律师给这位朋友的一个参考 我觉得一定还有更复杂 因为我们这样看 其实看不太出来 你到底当初协议的内容会是什么 那可能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些 就是沟通跟咨询 那今天非常谢谢赖方韵律师 来到我们现场 竟然接受了我们结婚好吗 这个大灾问的访问 以后赖律师还会常常到我们现场 那跟大家聊聊一些男女的议题 等等的 今天非常谢谢赖律师 谢谢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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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